行刑累进处域条例施行细则 修正日起 民国95年9月1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本细则一行刑累进处域条例 以下简称本条例 第76条之一定定之 第二条 对受刑人之调查及各项成绩考核计分 应分别由调查员及本细则 所定人员亲自办理 行刑累进处域条例施行细则 修正日起 民国95年9月1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二章 受刑人之调查及分类 第三条 调查人员对于新入监之受刑人 应依受刑人调查分类办法之规定 于二个月内完成各项调查事项 并擅据副本送总务科定入身份部存查 其调查内容有增减变更时 由调查分类科通知总务科登记 第四条 调查时应按部颁各项调查表所在事项详细记带 不得遗漏 第五条 监狱应划定部分监防收容新入监之受刑人 在调查期间于不妨碍发现个性之范围内 是以集中管理 注意其语言动作 就其个性 新生状况有关之情形 予以记录 以供调查人员之参考 第六条 监狱对调查期间内之受刑人 应依初步拟定之作业处于计划 使其从事作业 以考察其体力 忍耐 其勉 技巧 效率 以定其适当之作业 第七条 左列受刑人的经监务委员会决议 依监狱行刑法 第20条 第一项但书之规定 不予编辑或暂缓编辑 一 累犯或习惯犯恶性重大者 二 残废或低能不能作业者 三 患有精神病者 四 调查结果任有其他不适于编辑之原因者 第八条 调查人员对于试用累进处狱之受刑人 应依据有关资料 分别出犯 再犯 累犯 并依其年龄 罪职 刑期及其他调查所得之结果 作为研议处预计划之基础 前项称出犯者 只无犯罪前科者而言 称再犯者 只有犯罪前科 但不合刑法第47条之规定者而言 称累犯者 只合于刑法第47条之规定者而言 在执行中发掘受刑人为累犯或撤销 假释者 自发掘之月 其更正其责任分数 再犯者责任分数与出犯者相同 第九条 删除 行刑累进处狱条例 施行细则 修正日期 民国95年9月1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三章 累进处狱 第十条 对于入监前曾受羁押之受刑人 应依看守所移送之被告性刑考核表等资料 于调查期间内切实考核其形状 如负有责任观念 且有视于共同生活之形状时 经监务委员会之决议 的使其尽列适当之阶级 但不得尽列二级以上 依前项规定尽列适当之阶级者 应检据有关资料及监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报 请法务部核定 第十一条 监狱对于各级受刑人 应按其阶级运用教室 工厂 监房等现有设备 予以分别处域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五条所规定之 标志 使用不值长方形 长四公分 宽八公分 以红色为第一级 蓝色为第二级 黄色为第三级 白色为第四级 由各级受刑人于胸前右上方佩戴之 第十三条 受累进处域之受刑人 欲有移送他间时 应将关于累进处域审查之一切文件 一并移送 受移送之间域 对原间移送之成绩计分总表 应继续使用 用壁后接用新表 以保持原始资料完整 而立查考 第十四条 在执行中脱逃后又入监者 应依前按残余行其及后按行其合并计算之行其定期责任分数 但其中一按位无其徒行者 应依无其徒行定其分数 撤销假释执行残余行其 不适用合并计算行其定责任分数之规定 第十五条 对有二以上行其之受刑人 应本分别执行合并计算之原则 由指挥执行之检查官于执行指挥书上著名合并计算之行其 以定其责任分数 二以上之行其分别有本条例 第十九条 各项所定之刑事者 应先依同条规定分别定其责任分数后 合并计算其责任分数 第十六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所称 少年受刑人 只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岁之受刑人而言 本条例第二十九条 所称 第一级少年受刑人 只未满二十岁之一级受刑人而言 同条所指 限定期间 应由监务委员会斟酌该受刑人实际需要期间决定之 第十七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四项所称 撤销假释受刑人 只执行撤销假释残余刑期之受刑人而言 撤销假释受刑人之残余刑期 如有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之刑行者 其残余刑期应依本条例第十九条第四项定其责任分数 第十八条 在兼已受累进处欲之各级受刑人 应于本条例公布施行后之次月 按其刑期以本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调整其类别 但其原及不变 调整后责任分数变更者 依受刑人在原及以抵消之责任分数 与原类别所定责任分数之比率 换算为调整类别后受刑人以抵消之责任分数 第十九条 在兼已受累进处欲各级受刑人之成绩计分标准 应于本条例公布实施后之次月 依本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受刑人欲有减刑 缩短刑期而应调整类别时 其以抵消之责任分数 应按其比率依本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予以换算 第二十一条 监狱管理人员对各级受刑人之成绩分数 应依照累进处欲由严而宽之原则 严加合计 各级受刑人每月教化 操信成绩分数 在下列标准以上者 应提出具体试证 监务委员会病的复查和检之 一、一般受刑人 一、第四级受刑人教化 操信各2.5分 二、第三级受刑人教化 操信各3.0分 三、第二级受刑人教化 操信各3.5分 四、第一级受刑人教化 操信各4.0分 二、少年受刑人 一、第四级受刑人教化 3.5分 操信2.5分 二、第三级受刑人教化 4.0分 操信3.0分 三、第二级受刑人教化 4.5分 操信3.5分 四、第一级受刑人教化 5.0分 操信4.0分 第二一之一条 受刑人试用本条例 第十九条之一定 其累进处预责任分数者 其教化、操信成绩分数和计标准 试用中华民国八十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修正生效 之本系则 第二十一条规定 受刑人试用本条例 第十九条之二 定其累进处预责任分数者 其教化、操信成绩分数和计标准 试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 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生效 之本系则 第二十一条规定 受刑人执行二以上之徒刑 有分别以本条例 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之一 第一项 第十九条之二 第一项规定定 其累进处预责任分数者 其教化、操信成绩分数和计标准 适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 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生效之本系 则第二十一条规定 第二十二条 受刑人之教化 作业、操信各项成绩分数 分别由佐列人员一平日 实际情形考核计分 一、作业成绩分数 由作业导师会同工厂主管考察登记 由作业科长出核 二、教化成绩分数 由教会师会同监房及工厂主管考察登记 由教化科长出核 三、操信成绩分数 由监房及工厂主管考察登记 由介护科长出核 前项各成绩分数经出核后 由累进处预审查会复核 监务委员会审定之 第二十三条 受刑人计分表之种类如佐 一、教化结果计分表 二、作业计分表 三、操信计分表 四、少年受刑人学业成绩计分表 五、各项成绩计分总表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第二十二条所称 应进及之月 执本及责任分数抵消 进进或有余之次月而言 第二十五条 受累进处预之受刑人 因患病需要较长期间治疗 无法参加作业 经卫生科证明 提经监务委员会决议者 其作业成绩 以本条例第二十条 锁定作业最高分数二分之一计算 第二十六条 办理累进处预除依照规定表示外 并应被制作列文书 分别装订 已被查阅 1.审查会议记录 2.监务委员会会议记录 3.作业课程表 4.受刑人入监调查表 5.编辑名册 6.进集名册 7.不编辑名册 监狱派遣受刑人外议时 应由该管人员 攜带前项有关文书随时记载 以便绘制总表 行刑